五年不休加快延迟进步 群众大会战为何状况摆出 事倍功半 这个会战表面看到轰轰烈烈 虽然到最后回来以后还得翻修成功 备战五年力求精一求精 临近发射为何呼召叫停奋多 半年多时间在工厂那发射 拿捆扰回来不感谢 全程紧盯确保万无一失 发射43秒后 舰体又为何突然坠落 当时的心情就是齿饭 什么都不想干了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播出 东风拓晓上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导弹是导向性飞弹的简称 是一种可以指定攻击目标 甚至追踪目标动向的无人驾驶武器 1939年伴随着世界上第一枚导弹A1 在德国成功发射 人类军事武器从此掀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国的国产弹道导弹起步比较晚 即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 通过中国军工人的不断努力 东风一号至东风四号导弹相继发射成功 我国首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的研制工作 也于1965年顺利提上了一程 1965年3月11日 在中国航天事业的电机人秦徐森的主持下 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出炉 规划明确提出 要在1965年到1972年八年的时间里 研制中进程弹道导弹 中程导弹 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 这就是军工史上赫赫有名的八年四弹规划 实际上就是搞导弹的火箭 也就是说冬二中进程第一导弹 然后冬三中程导弹 冬四中远程导弹 最后是冬五就是中级导弹 也就是在这一年 一批科技人员刚刚完成东风二号研制任务 转战到了东风五号的研制现场 从东风一号完成对前苏联P-2导弹的仿制 到东风二号 东风三号和东风四号 逐步完成自己研制 导弹研制迈上了一个台阶 而这一次 中风五号能否成功研制 将直接决定着 中国能否实现远程洲际核打击能力 对于中国军工人来说 这将是一次极大的跨越 充满了挑战 东三到松四是有继承的 东四到中五的这个跨度比较大 跨度比较大 因为这个这个应该说 不是不是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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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完全是就是不是一个小步子 是一个比较大的步子 这个大的步子对于这个应该说对于这个整个这个研制对位来讲 是面临的就有很多方面 他们把它概括起来了 就十大块钱技术了 大推力火箭发动机技术 计算机制导技术 推力矢量控制技术 新型工房技术 地下井热发射技术等等 每一项新技术都是设计师们需要面对的难度 作为洲际导弹 东风五号的精度要求非常之高 当时的精体管计算机不能适应这项任务的要求 梁思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采用当时刚刚问世的运算速度较高的提成电路计算机 当时那会能干这个的 只有美国的明第2导弹 上了平台计算机 而且他首次采用精神电路以后 出了很多元气交上的问题 也不是很顺利 而在那个当时的前苏联 也正在开始想要搞 还没搞起来 所以我们要上贯导平台和集中电路计算机方案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很先进很大胆的一个决策 面对这样的新技术难题 东风五号的设计师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 我们就采取了这么一个 发动这个计算机 只会加减 计算机应该加减成熟 却有了 我们搞一个叫做增量计算机 只会加减 不会成熟 可这样子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 带上计算机的集中电路的量 减少了三分之一 所以结果这样就使得它难度就减轻了 就这样 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 东风五号各系统的技术方案 逐一被确定下了 1970年为加快东风五号的研制进度 承担主要任务的北京地区 组织了705大会战 这个大会战就是加快 要全力加快东风五号的研制 那么北京市总共有11个工业级 5个区 还有6个高校 还有中央部有12个单位 都参加了这个大会上 30多个小时都没有睡过觉 椅子就在机房那头调机器 饭的话都是从送到此点时机 那是还是很简单 这个时候它也许到 这个尖短武器 不是想象这么简单 那么好呢 但是硬的头皮 我们可以说是废群王室 705大会战也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 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 不搞繁琐之口号 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 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摆出 有的不得不回城返修 甚至是游租 梁思琳被逼无奈 想出了另一个对策 当时那会儿我留了一个就是留了一个后手 我就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 我仅仅同意 我说把低电设备 电源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 结果会战搞了很多场 就是不按的规范 公益要求各方面来干活 所以干的东西这个连续家也没很好筛选 汉阶也不行 一些小厂的 结果会战表面上看得轰轰烈烈 实际上到最后回来以后 还得翻修得弄 所以结果是搞得就是非常被动 1970年11月 东风5号进入总装厂 开始总装测试 东风5号开始了进入靶场前的第一个大干100天 梁思琳负责整体测试工作 因为这个每个分系统 全都是带着问题来的 而且呢 分系统分系统之间 匹配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所以就问题一大堆 全搅在一块了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 就大干 苦干 在这大干 苦干的一百天里 航天人坚守着严肃严格严密的三严作风 一次 一个脱落插头中的小要求丢失了 如果掉进火箭里 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为了找这个珠子 当时整个总装车枪 整个厂的上上下的人都动扬起来 在整个车枪里头趴在地上找 要在洲际导弹的总装厂里找到它 无异于大海捞针 在偌大的厂厂里 院所厂的领导 设计师们 全都趴在地上到处寻找 终于在一个铁轨缝里 找到了这个小玩意 比如说平台 不是多埋寸就是少埋寸 计算机 不是死机就是发生错误 那个系统信号 每一次测试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搞了一百天测试呢 就是发现问题就修改 哪有天哪敢 就这样测试了一百天 西洋那会儿没天没夜 根本整个就完全泡到工作里 这个我在那儿 没日没日没夜地干了五十天 结果最后尿血了 1971年6月 经过研制人员的混音公关 东风五号导弹01提次 首发摇测弹 终于完成总装 1971年6月25日 东风五号首发摇测弹出场 两天后 东风五号导弹 启程迅往发射的第一避 对于吉祥到来的第一次飞行 武首恶后来这样毁灭 这可是汗鸭子下水第一避 距离东风五号导弹的发射期越来越近 对于导弹能否发射的争执也越来越激烈 科技人员坚持认为 飞行试验是在更真实的环境下 考验导弹精进度是否可靠的最佳办法 问题早暴露比晚暴露要好 然而 反对发射的阵营同样坚持认为 这发弹经过了太多的试验 已经老了 还是让它老死在地面 从开始研制到树立靶场 以第十五年 东风五号的第一次试验飞行 却随时面临夭折 1971年9月8日 据预定发射日期还有两天 周恩来总理把独守恶 梁思琳和王永志等负责人 调回北京 听取他们的汇报 我们就是想着 对国家要做事 终于导弹那么重要的问题 重大的世界 重要的产品和重要的工作 我们就觉得 我干了那么长时间 花了那么多力量 结果最后 很可能搞成 即使搞不成 我们也会有进步 就想要使得我们洲际导弹 能够早日成功 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 花了那么长时间 半年多时间在工厂 拔厂 拿肯拿回来 不甘心 不甘心 成功总是属于无私无味 和拥有科学头脑的人 听取汇报后 周恩来总理拍板同意发射 1971年9月10日 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 终于点火发射 导弹西非正常 一二级暗时分离 继续二级发动机 提前六秒关机 造成导弹 没有落在目标区域 但是总体上来说明 这个我们整个系统 整个弹的设计是正确的 整个系统的各个系统的配合 是协调的 这个我们这个是成功的 随后 总体设计部门 针对试验发现的问题 对原设计方案 提出了十项较大的改进措施 以进一步提高 导弹的可靠性和作战使用性能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1972年12月26日 东风5号迎来第二次飞行试验 相比首次试验飞起 这一次大家信心很 然而 在一级发动机点火过程中 由于电报管短路 导弹自动紧急关机 发射退货中止 那在靶场 那在西北风吹 在最冷的地方 结果不正连 点火以后啊 很快紧急关机 没起来 当时的心情 别说吃饭 什么都不想干了 尽管发动机点火故障 导致发射失败 但导弹弹体 还是完好无损 1973年4月 更换了发动机的东风5号导弹 再次进入靶场 第二年4月份 进去了 这些发生我一直这么跟着 工厂也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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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4月份发射 一切 昨天心里还打出点 真是 没想到 事与愿违 发射仅仅43秒之后 控制系统突然断电 导弹因失稳而自毁 这一次不如一次了 那第一次算成功吧 第二次还保住个弹 发动机再换掉了 第三次两弹一起毁 然而 接二连三的打击 并没有让研制者们停下脚 此后 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 由东风5号林一批改装人的 长征二号军战火队 取得了重要进展 1975 1916 1978 长征二号连续三次 成功地将中国返回是摇杆内心 送入鬼道 1977年9月18日 在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平的谋划指挥下 国家决定集中力量突出重点 大力抓好洲际导弹 潜力导弹 和通信背景研制试验的三抓任务 那么首当其从第一件 就是要荡回太平洋 要一荡正传球 要干这个事 平台也好 计算机也好 伺服机构也好 还有发动机 结构 弹头呢 包括诱饵 突发这些东西 重新复合 重新设计 包括怎么样平靡 解决干扰 解决原体监督 一物 高级砖产品 等等 加强检验 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此后 东风五号研制进度 明显加快 1978年10月5日 东风五号02T 第一枚摇测弹 在九泉试验机里 进行了第一弹道飞行试验 获得成功 那么从78年开始 到79年冬天 又做了六次试验 六次试验就是 高弹道低弹道 这都有 在我们国内 虽然这个四层 这个没有到八九千公里 但是在国内 这弹道的变化 可以考察 考验我们这个弹的精度 可以考验我们的弹 再入大气层的情况 也可以考验突航的情况 六次弹道飞行试验 获得成功 这为后续 东风五号全程飞行试验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7月 国防科委决定 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 从九原基地向南太平洋发射 试验代号 五八零 此后 全国一千多家工厂 几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部队指导人 围绕这一共同目标 开战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科学试验活动 大家都在等待东风破晓那一时刻的到来 中国军工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考验终究带来收获 1980年 七代已久的东风五号发射计划 正式提上了日程 作为我国首枚洲际导弹的问世 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而面对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研制团队又将如何应对呢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关注东风破晓下集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多年奋战 终成一旦 发射前夕 一则公告为何引发全世界观众 在全世界舞台上表演舞 东风破晓 举国欢迎 大山深处 实验人员又为何愁容满灭 我们哪里还固定 在那边清发 干净地下来沿河进行就找 回顾军工技艺 揭秘中级导弹成功发射背后的故事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播出 东风破晓 下集